我们机器拆开了之后呢 你会发现这里 这里有个配件叫拟合器 是最后一个皮带带动的这个配件叫拟合器 它下方呢 下方这里有颗螺丝固定的 如果这个拟合器如果出现这样摆动的话呢 如果是出现晃动的话 发现拟合器有点摆动的话 它就打字就会脱尾 不好 然后我们只需要将这个螺丝 再往里紧一点 紧一点让它这个不摆动 换它不摆动的话 它脱尾效果就好了 往里紧一点 也不能紧得太死了 紧得太死了 拟合器不动作了 打印会便宜的 比较紧的它不摆动就可以了